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OK仔 和大家看看國際新聞 國際新聞有幾單消息 去日本的朋友真的要留意一下 因為現在有專家 預計東京 會有七成機會發生首都直下營地震 究竟是什麼呢? 看著他講,這句話已經嚇死你了 因為經濟損失會很厲害 究竟是什麼原因 我告訴大家 另外也會說一隻超級細菌 這29歲女兒感染了這隻超級細菌之後 肺炎都穿了 好像被蟲蛀一樣 究竟是不是一些新的病毒呢? 還會說一宗氣球的意外 請大家給個讚支持一下 首先,普京當選 在我的角度來說 絕不意外 他的支持率 即是得票率 是超過87% 成功連任 謝謝 說到第五度當選 也是他得票率最高的一次 將會執政到2030年了 因為他六年一次 有人說 之前我們說可以做到2036 為什麼呢? 這一次他搞得好 下一次應該也沒問題 但是那些只是猜測 六年之後 什麼世界我都回答不到你 我回答到你 我就變成神童了 當然先看看這六年時間 究竟這六年時間他會做什麼呢? 普京在競選總部發表勝利宣言 就表明這個結果顯示莫斯科對抗西方 並出兵 難是正確 同時間發出一個訊息 就說無論戰爭或和平時期 西方的領導人都必須在未來很多年 面對一個大膽的俄羅斯 他現在說到有些事情要做 不說得票結果 因為已經贏了 現在普京承諾會優先處理和特別軍事行動有關的事務 強化俄羅斯軍隊 他說面前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但是當他們團結起來 無論誰想鎮壓 歷史上每一個人成功過 也沒有人會成功 將來也不會成功 是這樣的 所以 普京現在說到優先處理供烏克蘭的事務 所以這件事也是他自己說的 之前我也有分析說過 你預計得到 接下來他搞定這件事 一定是先搞定烏克蘭的 這個方向看來也是沒錯的 中國外交部也祝賀普京當選 中國外交部有一位新發言人叫林劍 在這個例行記者會上祝賀俄羅斯總統普京 再次當選俄羅斯總統 也相信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關係 將會繼續發展 這樣說 其實沒有什麼大礙 但接下來 局勢會如何 這個也會引起大家的關注 說完這個關注之後 也看看現在北韓朝鮮局勢 因為朝鮮方面也會開始熱鬧起來 因為說到是否究竟金仔將會將他的皇位給他的女兒 這個當然是估計 但是在種種的跡象看得到 朝鮮局勢將會越演越激烈 甚至可能是近年比較刺烈的情景也不奇怪 因為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日前抵達了南韓 出席了由美國帶頭的第三屆民主峰會 北韓一看到有人過來 立刻在朝鮮半島東部海域發射最少三枚短程彈道導彈 也是2月14日情人節 射完新型巡航導彈以來再射 日本和南韓強力譴責 你現在怎樣呢? 還沒有了道嗎? 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說 偵察島在北韓當地日前朝早7.9個字 由平壤地區射了一支疑似短程彈道導彈 飛了300公里之後跌入半島東部海域 日本防衛省說 北韓在7.9個字左近先後射了兩枚彈道導彈 然後在8點21分再射一枚彈道導彈 這些事實行 純粹是在嘗試中 也只是假裝的 拉幾炮 但你經常說他什麽時候是真正的 他現在即刻射到海裡 整天射到你那裡 真是大事 那麽多有尷尬 也关于北韩事 也关于俄罗斯事的这段新闻 之前我估计同样的情况也是一样 都是看一些新闻 简单可以预测得到的 邱克兰的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 说现在北韩就是俄罗斯的主要盟友 他说如果俄罗斯没有了北韩的武器供应 估计俄罗斯会立即脚软 从乌克兰所说的情报出来 根据他们所说 其实跟我之前的估计都是差无几 这可能已经不是说到秘密那么厉害 公开的秘密 这位乌克兰的国防部情报总长 他认为北韩有大量武器供应对俄罗斯很重要 他说如果没有北韩的武器 俄罗斯打不了底 情况很困难 所以支持俄罗斯的国家圈子 保持稳定没有太大变化 就算白俄罗斯支持 以及伊朗确实支持俄罗斯 但两国政府没有失去理智 援助有限 很害怕 为什么害怕呢 因为北韩根本现在已经被全球 很多国家封锁住 禁制令那些 但是伊朗 白俄罗斯那些还有面子 还有交易在外面 如果这么明目张胆去援助俄罗斯的话 分分钟伊朗也很害怕 真是被美国或者甚至乎其他国家有藉口 再去出现一些制裁 封锁 甚至乎是否派兵干扰等等 这个其实对于沃兰方面他们的看法就是说 这些国家当然是理智 但是北韩又不赦你的 所以这个也是挺投行的 所以你说金仔为什么那些武器突然突飞猛进 你既然俄罗斯给金正恩做的 这些都不会是什么秘密武器 但是对于北韩来说已经是很精良 净了很多的武器 接着也看看日本方面的新闻 福岛核电站就完成第四轮核污水排海了 近日它那边也有地震 也担心它究竟是怎样的 现在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宣布 当日完成福岛核电站第四轮核污水排放入海的工作 排放量是7,794吨 也这么说 现在它要放入海的都已经有个咬字了 已经没办法了 你说不去日本的就不去日本 去日本的就照去日本 无论是什么国籍的人士 现在都不管了 想不到这么多了 最初是威势 现在大家都苦虎冷利 看见没有事 日本人还没死 当然了 很简单 没有事 就是这样而已 另外说一件意外 这件意外 我经常都觉得 自己很喜欢玩很多不同的东西 上山下海 有潜水 跑步 不一定不刺激的东西 很冷 人总会有很多新鲜感 很多东西想做 但是唯独是这个 这件事 到这一刻 我都不敢去玩的 是什么呢 就是热气球 因为我经常都觉得热气球有很多意外 而且它的无助感很大 澳洲 这次不是埃及那些 澳洲墨尔本北部 发生了一宗悲剧 有个男子 不知道为什么由热气球上跌下来 哇 由海拔460公尺 自由落地 哇 那高度有多厉害呢 简单点 你在台北101 直飞落地 哇 那你想一下 真是真可憐 那嚇到其他 在这个热气球上的乘客 真的暈得一阵阵阵 警方紧急封锁路面 调查 维多利亚 维多利亚州的公安管理 这个公安 又不是那个公 不是工程的公 那公安管理局 和国家航空运输局 和民航局 已经介入调查了 那也挺麻烦的 那为什么他会 无端端跌下去呢 不知道的 究竟什么事啊 有其他乘客 这个热气球的人 试试透露 升空了15分钟之后 就说听到无线连球救讯号 就听到有人说 在另一个热气球 就跌了下来 当地居民就说 给了一个巨响 吓醒了 好像尹石撞击地球 接着听到 嘀嘀嘀嘀嘀嘀 就算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那个恐怖残骑 但你看到有人在你面前跳下去 很多事情都会创伤后遗症 所以有时候玩这些事情 都真是不知道 他是不是突然有这样的自杀倾向 我都很难估计 另外也说一下 什么事 以色列方面 拜登和以色列方面 现在的情况 究竟是否真的反着猪吵就是屁呢 其实 可以当是 亦都可以不当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表面上 现在都好像疏疏地控 尤其是 说到 自从 在上个星期 美国参议院多数领袖 孙默公开呼吁 以色列提前大选 麻烦你换人 好吗 这种情况之后 也看到拜登出来 说 哎呀 我都觉得是的 都应该对的了 甚至乎 有人觉得 哎呀 美国终于见真章了 现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湖 和拜登的政府的关系 都已经跌到谷底了 现在 又出口述 好像真的有些变化 根据 美国ABC News的报导 以色列的高层官员 声称 美国开始拖延部分 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 由10月7日 哈马斯襲击 就说 军事援助来得快 现在就越来越立即 那当然 不想帮你 大哥 很难帮你 帮你也很尴尬 那种 那种 以色列官员说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很清楚 美国对于袈裟战争的不满 来自这个官员的说法 155毫米大炮炮弹 和120毫米坦克炮弹 越来越短缺 当然了 你拿我的子弹来打人 打平民 美国也见你细色不对 你这样 很简单一个道理 你说你有个目的 你真的被人打 你去打恐怖分子 OK 帮你不是问题 但是你现在反过来 你是揽杀平民 对吧 帮你真的很难搞 分分钟他也被人批评了 所以 现在的情况 以色列方面 也是很不乐观的 靠你自己 还有 接下来 在穆斯林的齋戒穴 没有停火 所以国家担心 以色列进崩加沙最后一程 拉法 将会引发人导大灾难 现在 到了以色列的 德国总理 表明 不能坐视 不拉斯坦人 面对饥荒的风险 看看能不能控制 希望以色列 麻烦你停手 但以色列方面 也有一种说法 他就说 都不会去 濫杀无歌 他呼吁拉法的居民 就很尽快撤离 但是 联合国 其他国际社会上 都骂以色列 就说 那里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 那里有150万人 那里 你叫那些人走 你说那些人 你不会打到那些人 你开玩笑 就说 150万人 你走到哪里 所以这事件也引起外界的忧虑 究竟以色列方面 究竟到最后 要死多少人 他才肯收手呢 因为其中 在加沙地大的 以色列军队 就对最大的 希尔法医院 进行了一次 精确行动 那和哈马斯就交伙了 那里面 你想想 多少病人 在那里 死了很多人 对不对 这也是很可怕的手段 两边都 每天都在 不停手 只能祈求 希望快点 这场战争 另外也说 细菌 超级细菌 这个超级细菌 引起大家关注 为什么呢 因为这位29岁女儿感染了之后 肺炎了 困难 好像比虫咬 究竟是什么细菌 这么厉害 我们一起和大家看看 根据外国媒体报道 在澳洲新南威尔斯州 威尔斯州 有一个29岁女子 她一直都很健康 也没有长期病患 但是不知为什么 又说上个月开始 身体 生了一些农瘡 即陷入农 发炎 这就糟糕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好了 更加 日前 也有一些不舒服 而且很累 她又没有什么理想 但是 说到不久 突然家里暈倒了 家里人立刻 把她送到医院 好了 当时的情况 也不太乐观 救护员 把她急救 以及把她保温 这个情况也挺严重 经过医生的诊断 说她的肺部 感染了耐药性的金黄葡萄球菌 俗称超级细菌 Mysa 肺部因为肺炎而堵塞 也出现了幼虫入侵肺部 开始在肺里面凄息 令肺部被吹了 她在留院期间 更加出现了败血症和肺炎 留院十天之后 最后也不至离世 有家属 后来跟传媒说 这个女孩入院的时候 基本上是死的 究竟这个超级细菌是什么呢? 根据英国国民保健署 就说这个超级细菌 MRSA 通常在人的皮肤和鼻肯里面 如果透过伤口 造成皮肤感染 就会出现发炎 含龙等等 这些情况 如果进入身体里面 严重 就会出现发高烧 呼吸困难 发冷 意识混乱等等 要立即吃抗生素 否则 就会夺命 挺恐怖的 金黄葡萄球菌 所以 大家真的要小心 勤洗手 摸伤口的时候 要结症伤手 知道吗? 这些都要留意清楚 现在的细菌很毒 分分钟 不知不觉奸 随时被他奪命 都不知道什么事 另外也会看日本 日本现在说到 东京七成机会 发生首都直下营地震 听起来就很恐怖了 这是什么呢? 搞到经济损失这么大呢? 好了 因为日前 日本土木学会 发表了一个惊人的数据 这个惊人的数据说 首都直下营地震 会令到日本经济造成高达52兆 不知多少个零 1000兆日元的损失 包括税收减少等财政损失达到389兆 天文数字 那是什么呢? 因为日本土木学会 基于18年板晨大地震 最后重建估计 当时经济损失是78兆日元 基于这次的地震 列出首都直下营地震 可能会导致经济的损失 包括道路、海港 经济损失有900多兆日元 这个首都直下营地震的意思 原来震源位置 就位于首都下面的断层地震 简单来说 东京地震 如果东京地震 就会造成这么大的经济损失 那为什么会无端端 抛这个说法出来呢? 很严重 不知多少个少 你不要想着有多少个零 一千亿都用不着 每个人都用几万亿 好了 因为原来有日本专家 指出东京未来30年内 热受七成的机会 发生这些重大地震 所以现在他们就着这件事件 就会研究了 因为东京地底的震患不断加大 所以未来东京将会很大机会 出现一个世纪级大地震 而造成一个很大型的伤亡 所以大家真的 去日本现在很多专家 之前都说到未来还会有些地震 因为他们的板块推算 看到移动的幅度等等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 又是时候来获金的了 好了 来获金 你们估计有什么可以帮到手呢? 只有个古字而已 所以可面侧面就尽量少去 好了 说完这一宗新闻之后 也看看 东京都很严重 足之重 变成唐人街 真是奇怪 说到说 虽然核辅射水又是盛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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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好人 日本啊 通番卖国 炒作 故意的 别有用心 但是看到 日本现在的东京街头 大量 中国籍居民 过去 更加十年倍增 极速发展成为东京唐人街 因为在街上看到很多不同的简体字商店 很多餐厅也提供正宗的中式料理 那些不是中华料理 而是中式料理 例如齐齐哈尔烤肉 胡家 东北菜 串销 有齐齐这些 真是恐怖 日本媒体就说去到这个地方的街头 就这样一眼看 全部都是简体字的招牌 还有很多中国人开的美发店和超市 你走进去看 全部都真的写满中文字的菜单 而说到周围吃客人吃的东西 都是日本前所未见的料理 接着你去问老板 用日文问他 老板说不好意思 我不会说日文 这样也可以? 蛤? 很恐怖啊 你不是应该要学一下日文吗? 那他怎么做生意呢? 这个情况也引起大家的关注 现在有多少中国人 就在日本做生意了 除了东京之外 北海也沦陷了 太多游客了 现在说到小津市 太多外国游客 迫爆了部分巴士 所以搞得居民都上不了车了 那怎么办呢? 另外也出现了大量白牌车 那真是糟糕了 很多人都说死了 那接下来会不会限价值呢? 甚至乎加重税呢? 没有的 你日元没那么疲弱 那时候 游客量又会慢慢减少 没那么夸准 因为你现在真的说 你这个汇率的确吸引了很多人去消费 那些东西又便宜 是吧? 又新鲜 很多人说很多东西看 你怎么会不过去呢? 有些人买东西 日本货 买多少日本电器等等 等等等等 所以你说日本想叫人少些人去 很难 好了 也说一下美国拜登和特朗普 大家互相在这儿揶鱼了 因为美国总统拜登 出席华府记者和政治精英齐集的 烤架俱乐部晚宴 那就串对手 特朗普老了 不是吧? 又说了 心智不成熟 怕他做不到总统 拜登又重提特朗普在新冠期间 询问时任白宫 疫情小组最高官员 就说 射漂白水可不可以治疗这个感染疫情 遮扇的? 摘些变化水就打针 打变化水来都开玩笑 你想死的 你杀人的 特朗普真的 所以两个都是有些古灵精怪的 美国的事都是得淡笑 最后也说南韩方面 医疗问题现在好像有些改变了 南韩政府态度开始软化了 当然了 搞成这样 根据韩联社报道 南韩总统室社会秘书张湘韵 在电视台节目上 就说愿意和医学界和医学院召开一些对话 有分析指出南韩政府的立场可能已经改变了 都是的 到最后 埋单都是自己的 大家斗牙没有意思 儘管看看 究竟他们可不可以快些收到科 因为始终影响的是病人 很多病人都在等着你做手术 这些都是大家关注的事件 另外 长榮有一单飞机 航班上竟然有个外籍游客在厕所自杀 不是吧?这么奇怪? 由泰国曼谷飞到英国伦敦 是长榮航空的飞机 竟然有机装服务员发现 一个乘客在厕所里尸图轻生 这么恐怖? 为什么要去海关又去安检 你上到飞机才要自杀? 这件事很古怪 人就回落了 没有事 回到伦敦后去了医院治疗 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说 你坐飞机的事 真是有很多古灵精怪的事 今天就说到这里 下次再说 拜拜